她是虐文女主亲闺女顾初 曾经是一名天才黑客 一年前穿越到了这个狗血虐恋小说世界 成了女主顾曼西的五岁亲闺女 她沿着小巷子朝自家走去 远远瞧见自家的破门前 停了一辆豪车 顾初歪着小脑袋 露出淡淡的笑容 终于到这个剧情了 她来到这个世界一年 扮演天真无邪的小娃娃 现在应该到回赵家的剧情了 她还未进门 便听到屋子里传来的交谈声 曼西 我真是你亲生母亲 亲子坚定在这里 都怪妈妈 当年你才五岁 我去没看好你 让你被拐走了 你给妈妈一个赔罪的机会好吗 跟妈妈回赵家过好日子 你爸爸 你哥哥妹妹都很想你 在原住里 女主顾曼西出生贫苦 为了给重病的母亲治病 无奈进入娱乐圈这个水坑 娱乐圈顶级大亨宋琛 也就是男主 发现顾曼西的长相酷似 自己的初恋 宋琛提出 给一大笔钱 为让顾曼西的母亲治病 但要求顾曼西 当自己的契约情人 为了给母亲治病 顾曼西和宋琛签订契约 接下来的短暂相处里 顾曼西渐渐爱上了 这个危险的男人 好景不长 宋琛的初恋回归 顾曼西的母亲 也病重离世 双重打击下 性子柔弱的顾曼西 决心离开宋琛 隐姓埋名带球跑 生下了女儿顾初 想到这 顾初脸上的冷卫散去 换上一副天真可爱的孩童模样 啪唧啪唧跑进屋 妈妈 初初回来了 初初的嘟嘟饿了 想吃奶糕 她一想到自己的灵魂是个成年人 这样卖萌 真的好羞耻 妈妈 这个老婆婆是谁啊 顾曼西连忙拉住顾初 温生细语说 初初 这是你外婆 乖 叫外婆 顾初奶生奶气叫人 外婆好 唐春秀努力维持住自己的贵妇风范 曼西 这孩子是 初初是我生的孩子 今年五岁了 顾曼西显然不想 多提顾初的身事 这是她心里的窗疤 唐春秀脸上露出一副藤西的模样 好孩子 这些年辛苦你了 妈妈知道 你肯定受过很多苦 明天 妈妈会派车 来接你回赵家 以后 谁也不能欺负你和初初 一副标准的慈爱母亲模样 让顾曼西双眼微红 唐春秀拍拍顾曼西的手 一脸爱惜 乖 妈这就去安排 今晚你们收拾一下 妈先走了 好好照顾自己 顾曼西温柔点头 她恋恋不舍 将亲生母亲送上车 唐春秀上了豪车 车门拉上的瞬间 脸上慈爱的笑容瞬间消失 妈妈 我们真的要去外婆家吗 我觉得外婆好凶啊 顾初得想办法提醒她 赵家是个狼窝虎穴 顾曼西笑着说 初初 那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想回去陪陪她和家人 顾初寻寻善幼 妈妈 外婆家很有钱吗 很有钱 在京都小有名气 顾曼西颇为感慨 她也没想到 偶尔在电视里看见的赵家 居然是自己的亲族 顾初歪着可爱的小脑袋 一脸不解 妈妈 外婆家那么有钱 为什么不早点找到咱们啊 初初都五岁了 外婆才找过来 初初 我是你外婆的亲生女儿 哪有妈妈会害自己的孩子 顾曼西柔柔顾初的小脑袋 眼里闪烁着圣母的柔和光环 顾初无语 心里一股闷气无处法 妈妈你这慈悲为怀的性格 是个圈套就往里钻 怪不得在小说里 会被虐得这么惨 在原作里 唐春秀表面上 希望顾曼西认祖归宗 实则只是想把这他 送给一个油腻大龄富豪联姻 单纯的顾曼西上了当 被迫嫁给了四十多岁的油腻老男人 很快被折磨致死 而他幼小的女儿顾初 也被活活饿死 他可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看来只能靠自己拯救虐文女主了 要是有机会 顾初还想找到自己那个狗爹 好好整治一顿 他曾经是顶级非客 而如今却变成嗷嗷待哺的五岁奶娃 第二天一大早 接人的面包车在顾初家门口停下 载着这对母子前往京都 司机语气恭敬 小姐您可以在车上先睡一会儿 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到京都 顾初委屈巴巴的问 司机叔叔 外婆他们真的喜欢初初和妈妈吗 司机愣了下 回想起赵夫人的叮嘱 连忙点头 当然小姐是夫人的亲生女儿 能找回走丢的孩子 夫人可高兴了 赵家都很欢迎小姐回来呢 顾初撇嘴奶声奶气 外婆既然这么喜欢妈妈和初初 为什么不派飞机接我们呢 初初看电视 从这里到京都 坐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了 司机没想到 五岁小孩子居然会问这种问题 可能是机票卖完了 京都的机票很抢手的 哦 原来是这样呀 初初明白了 顾初瞄了眼自己妈妈 心想 我都提醒到这里了 妈妈你总该察觉到问题了吧 一路奔波了许久 终于抵达京都 夫人将顾曼希母子引到餐厅 来了呀 曼希 唐春秀一脸欣喜 拉着顾曼希的手 至于五岁的脱油瓶顾初 她假装无事 顾初耸耸肩 给唐春秀发挥母爱的空间 自己则啪哒啪哒 跑到赵家长子赵燕身边 举起小胳膊 乃声乃气叫人 舅舅好啊 舅舅棒 顾初深深记得圆柱里的每个细节 赵家没啥好人 唯一的好人 就是自己这个便宜舅舅赵燕 而且她以后还是 身价亿万的总裁 超级有钱 必须抱紧大腿 赵燕看着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可爱又招人心疼 像极了某个人 内心深处的柔软 被触碰了下 赵燕弯腰 将顾初抱在膝盖上 你叫什么名字 顾初眨着眼睛 乖乖说 我叫顾初 初恋的初 你可以叫我初初 可爱灵气的声音 赵燕忍不住笑道 你才几岁 就知道初恋了 初恋看电视学会的 当然知道初恋的意思 顾初眨把眼睛 很无辜 初恋就是 第一个喜欢的人 舅舅 你有初恋吗 赵燕愣了下 眼眸闪过笑意 你猜 不出黑黑的笑 心里付费 我当然知道 你有初恋了 你初恋是当红的游戏主播 那个特有名气的Kid 不过就在不久的将来 你爹妈会反对 你和Kid在一起 爸爸 妈妈 曼西姐姐回来了吗 餐厅门打开 赵家三小姐赵曼师 开开心心走进来 她今年刚满18岁 正是花儿一样的年龄 容貌娇美 举手投足之间 竟是大家闺秀的风范 曼西 给你介绍下 这是你的亲妹妹 曼师 唐春秀 瞧见小女儿 脸上立刻堆出慈爱笑容来 芒果爹给顾曼西介绍 姐姐你长得真好看 我还以为 你在乡下会过得很苦呢 赵曼师一脸纯真 故作不知情 姐姐 我姐夫 今天怎么没来啊 只看到小侄女 初初的吧 走得早 顾曼西一笔带过 不太想提起顾初的生辅 她虽然傻 但已经明显感到 来自妹妹的恶意 赵曼师扯出温柔的微笑 转移话题 妈 小侄女今年五岁了 在京都 肯定也要继续读书的 你帮姐姐选好了幼儿园吗 顾初抱着食物肯 心想 来了来了 终于来这个幼儿园剧情了 赵家 为了不让未婚生子的丑闻 影响生育 打算分开顾曼西母女 他们洋装好心给顾初 找了个贵族幼儿园 将顾初送进幼儿园后 唐春秀设计安排顾曼西 和李总见面 这幼儿园 也根本不是什么贵族幼儿园 而是跟刑房差不多的地方 短短几日 顾初就被饿得面黄鸡兽 唐春秀威逼利诱 声称 只要顾曼西嫁给李总 才会让顾初离开这家幼儿园 回忆起狗血的虐文剧情 顾初止不住的叹息 幼儿园是悲剧的开始 他必须阻止 已经选好了幼儿园 叫皇家幼儿园 唐春秀笑着拉起顾曼西的手 慈爱道 曼西 初初已经五岁了 教育问题不能落下 赵曼师也插嘴道 姐姐 初初还小 应该多叫一些朋友 其他同龄人已经在学英语 初初总不能还在玩里巴巴 曼西 听妈妈的话 唐春秀摆出慈母的风范 妈妈亏欠你19年 现在只想弥补你 顾曼西眼神动容 虽然初初很聪明 但总需要多和同龄人接触 不能总是待在房间里玩变脑游戏 鼓出绝嘴 可爱的包子脸 皱起 舅舅 初初不想去幼儿园 初初想和舅舅一起玩 赵曼在心里存了的遗影 他知道自己的父母 是利益至上的伤人 唯利是图 他母亲唐春秀 最看不起伤风败俗的女人 妹妹走丢18年 赵曼从未听唐春秀提起 找回这个妹妹 可现在却拉着她嘘寒问暖 太不怪了 她向来不过 问家里的事 这一回 看来得好好调查一番了 她重生在虐文小说中 变成五岁小萌宝 身边还有虎视眈眈的亲戚 白莲花姨妈和各种作死反派 她决定挺直小身板 帮妈妈斗发 五岁小孩能有什么坏心思 不过是想保护妈妈 顺便继承亿万家产 赵曼师带着顾初 去看给她准备的房间 顾初非常配合的挖了一声 扑到床上 抱着八笔娃娃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好漂亮的娃娃 而她心里嫌弃的不行 粉色 有没有搞错 她又不是五岁的小孩子 最新款跑车 不限刷飞卡 顶配电脑 这才是她的最爱 赵曼师冷哼一声 想下来的小屁孩 果然好骗 几个洋娃娃 就能骗得她眼花缭乱 殊不知好日子 已经快到头了 初初 你爸爸到底是谁 你知道吗 顾初乌溜溜的大眼睛 转呀转 压低声音 一副煞有介事的可爱模样 姨妈 我偷偷告诉你 你不要给别人说呀 我妈妈说 我爸爸是个潜水员 照曼师挺意外 这孩子的爸爸 居然有正当行业 他还以为 初初的亲爹 是个地痞流氓 或者酒吧二流子 初初乖 告诉姨妈 你爸爸现在住在哪里 顾初认认真真回答 我爸爸在海里 妈妈说 爸爸是世界上 最厉害的潜水员 别的潜水员 潜水一会儿就浮起来 但是我的爸爸已经 在海里潜水五年了 现在都还没上来哦 张曼师脸上的肌肉 狠狠一抽 差你骂人 什么破潜水员 一听就是顾曼西骗孩子谎话 顾曼西压根不想透露 孩子生货的信息 这个狡猾的女人 她不想和这小屁孩待着 找借口离开 粉嘟嘟的儿童房里 只剩下雇出一个人 雇出收回脸上的稚嫩 爪子懒洋洋敲着键盘 很快搜到 皇家幼儿园的资料 这是一家私立幼儿园 在京都显为人知 校园破罪 老师不负责 条件恶劣 随后他跳下椅子 打开自己的小书包 取出薄薄的改装笔记本电脑 这时 他收到了B发来来的消息 老大 我已经找到宋春的资料了 他不愧是娱乐圈顶级大亨 好多保密资料 我已经汇集成邮件发给了你 记得查收哟 他立刻表扬他做得不错 B却开始询问老大 最近在忙什么呀 好久没上线了 顾初直接丢出一句 准备上幼儿园 必难以置信 我又不是小孩子 老大你别骗我 就你这顶级的电脑技术 强悍飘悍的性格 怎么可能还没上幼儿园 顾初耸肩 我说的是实话 可惜这帮属下都不信 晚上九点 顾曼西便要求顾初睡觉了 妈妈 这台电脑好好玩呀 顾初坐在小椅上 爪子胡乱挑着键盘 顾曼西弯腰 想把她抱回床上 顾初不情不愿 伸出小胖手 搂住妈妈的脖子 脚丫子不经意 按了电脑键盘一下 电脑页面就出现了 皇家幼儿园的界面 顾曼西把顾初抱回床上 初初先睡 妈妈去关电脑 她走回电脑旁边 看到屏幕上 出现皇家幼儿园的百科照片 这是唐春秀提过的幼儿园 她越看越心惊 脑海里回荡着 下午唐春秀的话 这所幼儿园的 教学质量特别好 我们赵家也有投资 学费一年要五十多万了 你想去幼儿园看看 不急不急 等妈妈带你见完亲戚们再说 放心 初初是我的外孙 当外婆的 哪有不心疼外孙的 一瓢冰冷的凉水 灌得顾曼西脑子瞬间清醒 忽然顾初嘟囔开口 妈妈 你们大人都好喜欢玩电脑呀 下午曼师姨妈也在玩这台电脑 还问初初的爸爸是谁 顾曼西脸色瞬间变了 曼师使用过这台电脑 怪不得有幼儿园的浏览记录 他还问初初的爸爸是谁 随后他温柔地问顾初 曼师姨妈还说了些什么 告诉妈妈 顾初心里疯狂给妈妈打扣 妈妈你总算智商在线了 初初想一下 姨妈还说 初初是个贱胚子 初初的存在 会破坏赵家的计划 顾初歪着小脑袋 满脸单纯 妈妈 贱胚子是什么意思啊 能吃吗 添油加醋 这个顾初最擅长 五岁的小孩子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果不其然 顾曼西脸上的温柔 渐渐散去 五岁小奶娃演技炸裂 为了保护傻白甜妈妈 真是下了血本 初初不想要新爸爸 姨妈说我脏 还把初初甩到地下 顾曼西罕见沉着脸 初初乖 先睡觉 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好的 妈妈也要早点睡 顾初抬起下巴 趴击亲了顾曼西的脸 另一边 唐春秀连忙打开手机 给李总打电话 我大女儿 曼西刚回国 她的照片 我刚发给你看了 你觉得如何 李友德哈哈大笑 我很喜欢 唐总 我要娶你家大女儿 你放心 以后咱们就是亲家 我会在生意上 多多照顾亲家 李家是京都小有名气的公司 如果能和李家攀上关系 那赵家的事业 将会蒸蒸日上 唐春秀越想越兴奋 那我明天就安排你们见个面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电话挂断后 唐春秀眼里闪烁兴奋的光 成了 赵曼西侧了下头 捧着茶杯 这才对吗 李友德又老又丑 又胖还好色 反正姐姐已经成人妇了 配她正好 联姻的是快要成功 唐春秀心情颇好 曼西 你年龄也合适了 可以考虑下婚姻大事 妈妈这段日子观察过 京都成家其实不错 妈 我才不要嫁入成家 赵曼西撅嘴撒娇 让我选 我就选宋称 她是娱乐圈大亨 亿万家产 最重要的是单身 帅气 唐春秀点点头 她也听过宋总裁的名声 这是一位非常值得联姻的对象 今天我带初初去幼儿园看看 你陪你爸爸去公司 了解下咱们赵家的家业 顾曼西坐在餐桌前 心不在焉 妈 今天我也陪初初去幼儿园 唐春秀打断顾曼西的话 你就别去了 送初初去幼儿园是小事 熟悉公司是大事 你先去看看 等过端日子 会给你一部分赵家的股份 妈 我今天刚好有空 我可以陪初初一起去幼儿园 门被推开 一身利落休闲装的赵曼走进来 她昨晚回去以后 心神不宁 总觉得事情不简单 唐春秀眼神闪烁 她肯定不会让赵眼 跟着去查看幼儿园的情况 这时 楼上传来匡当的巨响 接着 鼓出嚎啕大哭 顾曼西脸色皱变 双腿不受控制 匆忙冲上楼 粉嘟嘟的公主房里 满地精英的玻璃碎片 空气里充斥浓郁的鲜血味道 可怜的小顾初 跌倒在地上 白生生的脚丫子 冒出红红的血珠子 正手足无措的嚎啕大哭 她旁边站着满脸惊恶的赵曼师 顾曼西瞧见这一幕 差点两眼发黑 心几乎提到嗓子哑 楚楚别怕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 这怎么回事 照眼跟上来 瞧见地上的鲜血 眼神骤然冷下来 质问自己的妹妹 赵曼师也挺无奈 她就假装好心去叫顾初起床 结果这小妮子赖着不起来 非要抱抱才起床 结果她胳膊突然一阵刺痛 就下意识松了手 床边的花瓶也突然砸在了地上 面对大哥的质问 赵曼师生怕被误会 我也不清楚 这花瓶忽然就掉了 顾初抽抽叨叨的说 舅舅 不怪姨妈 是初初自己不小心 赵曼西微低头 可能就是初初不小心 怪我不小心 没照看好她 赵眼的心沉入谷底 玻璃有可能扎进初初的脚里 我开车带你去附近的医院 顾曼西手指在发抖 面如土色 麻烦大哥了 他们离开后 唐春秀颇为不认同的说 曼师 就算你再看不惯这小孽种 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她 现在曼西对咱们还不算太信任 你这样不仅会让她怀疑 还会让你哥和你爸不满 赵曼师这回事真的委屈 她跺着脚气恼 妈 我没有 这回真的是意外 我还不至于对一个小孩子下手 唐春秀叹气 行了 我让人把房间收拾下 等你姐姐回来 好好给她道个歉 一定要真诚 赵曼师不情不愿点头 好 另一边 赵眼开车前往医院 顾初的脚是真的疼 赵眼忽然开口问 初初 告诉舅舅 真的是你不小心弄伤自己的 顾初抽抽搭搭的说 是初初不小心弄伤的 和姨妈没关系 而她心里在说 舅舅你快多问几句 我还能继续装 赵眼握紧方向盘 嗓音低沉 初初 实话告诉舅舅 不要怕 舅舅会替你做主 在原著里 顾曼西这个傻白甜 一次又一次的被赵曼师陷害 就因为赵曼师最擅长装柔弱 卖惨 次次都把顾曼西蒙在鼓里 被她卖了 还给人家数钱 现在有顾初在 绝对不能给她得逞的机会 初初不敢说 初初说了 妈妈就不会喜欢初初了 妈妈 初初不是野种 初初不想和妈妈分开 初初不想要新爸爸 姨妈说我脏 还把初初甩到地下 顾曼西彻底愣在原地 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顾初嗓子都哭疼了 眼睛炸裂 她前世从来没哭过 今年一下子把前世今生的眼泪都哭完了 妈妈你再不清醒 我真没辙了 她灵魂是个20岁的顶级黑客 可现在重生在5岁小奶娃身上 体质也变成小孩的易睡体质 野种 浪货 新爸爸 短短三个词 已经能大致勾勒出事情的真相 赵家并不如表面那般欢迎顾曼西归来 他们打心眼里 瞧不起顾曼西和顾初 只不过出于某种目的 不得不做表面功夫 顾曼西气的发抖 大哥 你和唐春秀他们是一伙的吗 照眼转动方向盘 深蓝豪车驶入医院停车场 我不会害你 进入医院 医生很快来给顾初做了检查 你们当家长的 平时多留心孩子 这么漂亮的小孩 万一玻璃弄伤了眼睛 把脸弄伤毁容 毁得可是一辈子 顾曼西哽咽着道谢 随后他开始向大哥提起幼儿园的事 唐春秀说 皇家是京都最好的幼儿园 可我查的资料显示 这是京都最差的幼儿园 如果初初今天没受伤 他就要被唐春秀 送去这家幼儿园读书 你们赵家明明看不起我 为什么还要把我找回来呢 亏他还以为自己 在这世界上 还有亲人可以依靠 照眼很难想象 赵家会对五岁的可爱孩子下手 这段日子 你先别回赵家 我的公寓空房间多 你和初初先住着 顾曼西眼里黯然 好 他打算等初初的脚恢复得差不多 就带他就返回镇子上 小镇安宁 没有大城市的勾心斗角 忽然顾曼西的手机零响了 来电显示是唐春秀 照眼当机立断 先不要和我妈撕破脸 赵家在京都还是有势力的 撕破脸 你和初初不好全身而退 顾曼西点头 接通电话 手机那头 唐春秀焦急的声音传来 曼西啊 初初怎么样了 都怪妈妈粗心 妈已经让佣人把房间打扫干净 全物铺上地毯了 一定不会让初初再受伤 多温柔体贴的母亲 只是现在顾曼西 已经不像最初那般容易上当 初初脚掌扎了几个玻璃碎片 医生说 暂时不能走动 我打算让初初今天在医院待着 这也行 你好好照看孩子 别太累了 唐春秀慈爱道 还有件事 亲戚们 听说你回来了 都特高兴 明天妈带你去见见他们 顾曼西直接丢下一句话 就掐断了电话 明天再谈吧 我先照顾初初 唐春秀笑容散去 她隐隐发现 顾曼西似乎有所察觉 必须赶紧安排顾曼西跟李总见面才行 第二天一早 照眼就将他们接回了公寓 曼西 你和初初住二楼 我已经让人把房间收拾出来了 你们想住多久 都可以 顾初瞄到二楼旁边 也有个房间 房门微敞开 里面摆满了奥特曼模型 于是他眨个大眼睛 好奇地问 舅舅 那个房间里有奥特曼啊 舅舅 你喜欢奥特曼吗 照眼瞧见那个敞开的房间 走过去 将房门关上 这是舅舅 一个朋友的房间 偶尔会过来住 顾初脱腮 脚侠说 朋友 哦初初知道了 一定是舅妈 对不对 顾曼西笑道 初初 别乱说话 照眼微壳一声 没承认也没否认 顾初当然知道 这肯定是舅舅 为Kid准备的房间 但小说里 他们的秘密关系 被赵家知道后 他们从中作梗 害死了Kid 就这样 顾初乖乖带着家里养伤 照眼忙着工作 顾曼西做好午饭后 暗中前往所谓的皇家幼儿园 打算一探究竟 可他在原路返回时 被一辆车拦下 唐春秀从车里走了出来 曼西 我正要去找你呢 没想到在路口遇到你了 你还记得你二伯伯吗 小时候他最疼你了 他知道 你回来后 激动的直掉眼泪 说是列祖列宗 保佑咱们赵家 今晚你二伯伯 他们都来了 你陪我去见一见他们吧 顾曼西不太想和唐春秀多聊 妈 我还要去医院给初初拿药 他的脚伤还没好 唐春秀依然是慈眉善目的模样 都怪妈妈不小心 意外伤了初初 曼西 你别怪妈妈 我只想弥补你 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难道你还要怀疑妈妈 顾曼西面露不忍 被唐春秀半圈半拉 带上了车 天才小奶娃 再去就傻白天妈妈的途中 竟然遇到了睁眼下的男主 他的狗爹 顾初难得有自由独处的时间 缩在房间里玩电脑 时间不知不觉流淌 等洒入窗户的阳光染上金黄 顾初才反应过来 已经是黄昏了 顾曼西亲自去郊区找那个幼儿园 现在这个点 应该早就回家了 他在原地驻足两秒钟 脸色骤变 连忙抛出手机 给顾曼西打电话 嘟嘟嘟 手机已关机 顾初拍脑门 无语 按照原著剧情 现在顾曼西恐怕要被赵家坑了 去送给那个什么油腻李子 于是他匆匆忙忙给赵岩打电话 舅舅 妈妈不见了 妈妈下午说 要去幼儿园看看 可是现在都没回来 舅舅 初初想妈妈 满脸泪花 心里垂手顿足 我要不是个五岁小奶娃 我早就 扛着飞机大炮去救人了 我为毛要重生成五岁的小娃娃 除了哭和卖萌 啥都不会 赵岩让他别担心 舅舅马上就过来 顾初乖巧的点头说好 按照原著走向 唐春秀找来一帮人闯进房间 洋装发现顾曼西和李总有染 顾曼西的名声彻底败坏 最终在多方因素逼迫下 不得不嫁给李总 十几分钟后 手下查到了唐春秀的踪迹 就在帝国酒店 照眼温柔地看着顾初 舅舅去找你的妈妈 楚楚乖乖待在车里 不准乱跑 知道吗 顾初眨把眼睛 乖乖点头 照眼心里着急 锁好车门后 匆忙带着助理去找顾曼西 唐春秀带顾曼西来酒店做什么 他们离去以后 啪哒一声 锁好的车门打开 顾初一撅一拐下车 歪着小脑袋嘀咕 舅舅 千万不要把小孩子锁在车里 不安全的 他一撅一拐走到最近的豪华电梯口 点起脚尖去按30楼的按键 他记得 原著小说里 唐春秀就是在30楼 抓到衣衫不准的顾曼西和李总的 可惜他太矮了 卯足吃奶的劲 也按不到30楼的电梯按钮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顾初正发愁 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进电梯里 其中一个助理模样的男子 瞧见乖巧可爱的小女孩 软下声音询问 顾初抬起小脑袋 初初要去30楼 找妈妈 可是初初按不到30楼 好 叔叔帮你 看见助理身边那个 从始至终一言不发的男人 顾初嘴巴张成圆润的O型 这个浑身写着 默挨老子高冷男人 不正是邮件资料里的宋称 原著小说里睁眼瞎的男主 他的狗爹 他心里狠狠撇嘴 上前一步拽了下宋称的衣角 乃生乃气说 长腿叔叔 你见到我妈妈没有呀 旁边的助理 连忙拉开顾初的手 好言好语说 小朋友 我们总裁有洁癖 不要拽他的衣角哟 顾初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虐闻女主是个傻白甜 虐闻男主更是个睁眼下 原助理 宋称童年意外落水获救 他一直以为救她的是女反派 陈青云 对陈青云百般宠爱 甚至不惜伤害女主顾曼希 可狗血的是 救她的 其实是顾曼希 叮了一声 电梯抵达20楼 宋称和助理离开电梯 顾初竖起小耳朵 听见宋称再和助理说 让人送一套新西装过来 顾初磨牙 狗爹你等着 我有空了再收拾你 电梯继续往上 很快到了30楼 顾初一蹶一拐走出来 他不清楚舅舅的情况 也不知道顾曼希是否被救了出来 走着走着 身后忽然传来急速的脚步声 顾初心头一喜 难道是舅舅过来了 还没扭头细瞧 高大的阴影覆盖在顾初面前 男人匆忙的脚步顿住 回头 打亮了眼顾初 小孩 你妈妈呢 清朗的嗓音 非常好听 却不是顾初的舅舅 五岁小奶娃直呼 眼前这位胖叔叔 像一块肥肉 他十分不喜欢这个叔叔 做他妈妈的未婚夫 我在找妈妈 一直找不到妈妈 顾初眨巴眼睛 眼里瞬间浮出眼泪 少年脸色越发阴沉 小声咒骂了句 该死 也不知道在骂谁 这时 大唐经理匆匆忙忙跑来 少爷 已经查清楚了 赵家夫人病的是3019号房 赵夫人今天约了李家的李总谈生意 他一开口 顾初瞬间知道这小帅哥的身份 这位应该就是 是成家名面上唯一的少爷 叫成奇 原助理 对他的描述不算多 只知道 他身陷成家的权力夺中 年纪轻轻 便死在父亲某个私生子的手里 成奇快步奔向3019号房 看好这个小孩 别让他乱跑 大唐经理抹去额头的汗 少爷放心 顾初愣在原地 看样子 这个小少爷 似乎想要做顾曼西 不过成奇和顾曼西 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人 能有什么交集 他咋不记得 原助理有这段呢 莫非是隐藏剧情 成奇完全没想到 顾曼西这女人 一点脑子也没有 居然傻乎乎递上了 唐春秀的车 被带来和李总相亲 难道生了女儿 她的智商直线下降 她一进去 就听见豪华大床上 传来乌乌夜声 顾曼西还残存着一点意识 奋力在挣扎求饶 可身上的男人还在肆虐 捧笑 成奇瞳孔骤然放大 无名怒火熊熊燃烧 三步并两步奔过去 大力将那肥头大耳的 中年男人扯下床 一脚踹开 成奇快速拿了一条毯子 盖在顾曼西身上 声音罕见平和 别怕 别怕 什么事都没发生 李总喝了两杯酒 骂骂咧咧 谁敢破坏老子的好事 成奇沉下声音 你该死 李总愣了下 满口脏话憋在心里 这是成家的少爷 他暂时惹不起 忍着疼给自己遍及 成家少 这是我喂过门的媳妇 你千万别误会 妈妈 初初终于找到你了 顾初一蹶一拐跑进来 瞧见衣着还算完整的他 又瞅瞅地上的李总 顾初总算松了口气 还好 没出事 他伸出两只小胳膊 委屈巴巴要抱抱 妈妈 初初饿了 奶蒙奶蒙的声音 像一束温柔的阳光 瞬间驱散顾曼西灰暗的世界 孩子是他的希望 顾曼西忙擦去眼泪 初初乖 妈妈等会就带初初去吃东西 他没想到唐春秀静利用亲情 将他骗上车 还给他喝了药 妈妈怎么哭了 奶糕给妈妈吃 妈妈不哭 李总瞪大眼睛难以置信 你居然有个孩子 唐春秀可是说 他这个大女儿冰清玉洁 从小养在国外 不安事事 顾曼西抱着初出 没理会李总 他转过身来 温生向成奇道谢 谢谢你 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 成奇扬眉 总觉得这语气有点陌生 你不记得我 话未说完 门外传来一片接连不断景步声 唐春秀恼火夹杂怒气的声音传来 小眼都说了是曼西见前引开 故意勾搭上李总的 他穷乡僻嚷过来的 见到有钱人想攀高枝 我能阻止 你看 李总和曼西还在约会 剩下的话卡在他的喉咙里 他惊讶地发现 顾初这个小杂种怎么在这里 还有成家少爷 他为什么也在这里 赵燕心里的大石头重重落地 曼西 你没事就好 吓死哥了 顾初奶生奶气叫人 舅舅 你来得好晚啊 初初比你先找到妈妈 初初厉厉害吧 赵燕杨梅 初初 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 顾初只是嘻嘻一笑 成奇忽然命令王经理去报警 这里有一起 虚无辱女性的事件 人证物证俱在 王经理连忙点头 是 少爷 我这就去 李总大声喊晕 是唐总跟我说 他要把大女儿嫁给我 她是我未婚妻 这犯法吗 顾初突然插嘴 妈妈 你是这个丑叔叔的未婚妻吗 初初不喜欢这个叔叔 他长得好像一块肥肉 初初不喜欢肥肉 他妈是虐文小说的 傻白甜女主 又是霸总的替身娇妻 而她 她是五岁天才萌宝 李总牙子欲裂 臭小孩 你说谁像肥肉 妈妈不会给你找新爸爸 初初怪 先回家等妈妈 顾曼西摸摸顾初的小脸蛋 言语温柔 好搭 妈妈早点回家呀 顾初听话急了 任由照眼抱着自己离开 五岁的小娃娃离开 酒店房间氛围再度严肃 成奇回归正题 拿出大集团少爷的风范 我今天检查酒店基础设施质量 路过这间房 听见屋里面传来呼救声 开了门 才发现这起犯罪事件 顿了顿 成奇扫向地上的李总 李总 等警察到了 你再解释 至于顾曼西小姐 我会建议 给她做一个血液检查 她可能喝了某些不干净的东西 顾曼西微微点头 我会配合做检查 我是被强迫的 什么被强迫的 明明是你自愿的 唐春秀忽然奸身奸气骂起来 还努力端着贵妇的仪态 曼西 明明是你告诉妈妈 说你想要嫁给有钱人 不要报警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 她不能让赵家的名声被毁 顾曼西双眼微虎 语气却是前所未有的平静 妈 你真把我当成你的女儿吗 你在车上丢我的水 真的没问题 为什么我喝了之后会头晕无力 还有 你明明说 是带我来见亲戚 却把我送到陌生男人的床上 你当初找我回来 只是想利用我吧 李总连忙说 这是真不怪我 是唐春秀说的 他大女儿就喜欢我这款的男人 我是被设计陷害的 我来到这房间的时候 床上就躺着人 这时 这都是误会 承其无言 那位赵家的老人 慈眉善目 曼西啊 你终究是咱们赵家的人 荣辱一体 一损俱损 这是闹大了 对咱们赵家李家都不好 不如大事话小小事话了 如何 顾曼西反问 既然你这么看重赵家和李家的利益 为何不把你孙女嫁给李总呢 这老人面露不悦 李总四十多岁 长相难看 他岂会把自己的宝贝孙女 嫁给这种男人 顾曼西未婚生子 生过孩子的女人 是最不值钱的 嫁给李总也不亏 承其看向顾曼西 想要从他脸上 看到另一个人的影子 可惜 看不到 也可能是演技太好 顾曼西太柔弱 不聪明 不脚狭 只有点还能称得上优点的倔强 承其不禁想 难道我找错了人 可追踪的 IP地址明明显示的 就是顾曼西家 这个世界上 只有那家伙 会有如此高超的飞客技术 顾曼西抱着先手的胳膊 报警吧 麻烦你了 承家少爷 承其扬唇 好 唐春秀难以置信 盯着顾曼西 最后一丝慈母的皮囊 终于被撕破 你是赵家的人 身上流着赵家的血 你就不能宽容一点 放过赵家和李家 顾曼西没吭声 也无话可说 都说母子连心 母亲永远会疼爱自己的孩子 可在唐春秀身上 她只看到了冷漠的利益虚荣 这个女人压根不配当自己的母亲 承其抬手 报警 无人敢拦 顾初被赵远带回了家 她取出改装的笔记本电脑 手爪爪啪哒啪哒操作键盘 深夜 顾曼西和赵远才返回 顾初已经睡着了 这回 赵家联合李家 暗中动用了一些手段 李友德犯罪未遂 最多关一个月 顾曼西垂着头 没事 我没全没事 斗不过他们的 至少经过这事 认清了赵家的面目 处处的脚快好了 我打算带他回镇 这里太危险 我不想他受伤 赵远摇头 曼西 你在镇上的那间屋子 咄咄逼人 顾曼西愣着 暗中握紧手指 欺人太甚 赵远抿了一口茶 曼西 这段日子 你和初初先住在我这里 我会派人保护你们 风声过了 再想办法送你们离开 顾曼西温声询问 哥 你 你和赵家的关系 为什么不太好呢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疑问 赵远明明是赵家的长子 却一直站在他这一边 赵远挑了挑眉 太脏了 我不喜欢 父亲唯利是图 母亲暗中养了其他男人 而妹妹赵曼西又功于心计 喜欢装可怜 顾出小脸笑容灿烂 偷卖了我家的房子 判刑还只判了不到一个月 他绝不让你们顺心如意 五岁小奶娃不仅是个顶级黑客 还非常擅长演戏伪装 然而 他要去上这么幼稚的幼儿园 这几天 赵家忙得焦头烂额 当初就不该把他带回来 唐春秀看了眼道貌黯然的丈夫 风韵犹存的脸上 显露出不信 我提一把顾曼西找回来 你也没反对 现在计划失败 你还怪起了我 不过 李家其实并不是最好的联姻选择 我们可以试试宋家 正好曼师对宋春宋总裁感兴趣 赵金这下来了信底 宋总裁 这怎么可能 这时 管家匆匆忙忙的冲进来 夫人 老爷 不好了 网上忽然出现大量 关于李氏集团的丑闻爆料 李总因为涉嫌受贿罪 罗用公款罪 滥用职权罪等 十八项罪名 被逮捕了 夫妻俩立刻带住 赵家和李家 有着密集的生意往来 李家出事 赵家的生意 必然会受到波及 唐春秀勃然大怒 那为什么不联系后台 把这些负面新闻删了 管家挠头 非常无奈 信息太多 根本删不完 唐春秀恼羞成怒 查出是谁曝光的煤 赵金漆黑眼眸闪过冷利 现在查爆料人 也没有用 电视台赶 拨出来 证明有大人物在干涉这件事 老赵 立刻召集公司 开股东大会 觉得很奇怪 李总刚得罪顾曼希 马上就有李家的丑闻 铺天盖地席卷 有人替顾曼希出头 不可能的 顾曼希没有什么背景视力 顶多依靠赵眼 应该是巧合 可能是李总平时太张扬 其他仇人做的 京都 成家庄园 咖啡香阴晕 成奇双手环抱在胸前 俊谋轻衣 闪过思索 他面前的顶级金配电脑 正在快速工作 试图查清信息的IP地址 那个特殊的信息源又出现了 信息源出现后不久 网络上出现大量李家的内部丑闻资料 将丑闻海量投放后 这个小小的信息源瞬间消失 他在第一时间追踪 也只能短暂锁定IP出现的区域 上次成奇追踪到的IP地址 在平安镇 也是顾曼希居住过的小镇 难道又是顾曼希 成奇越发猜不透 脑海里浮现出顾曼希的身影 身材鲜瘦的女子 温柔脆弱 无论如何 他也无法在她身上 看到另一道脚下的影子 难道是他演技太好了 那个人不仅是个顶级飞客 还非常擅长演戏伪装 穿梳前 他追踪他多年 一直以为对方是个男人 到最后 意外被他睡了 成奇惊讶发现 他居然一直女扮男装 他垂眸思索 下一口冷掉的咖啡 这时 助理忽然开口 少爷 成开源最近似乎又冒头 可能准备针对少爷 成奇眯了眯眼目 找人给我狠狠揍一顿 揍进住院 助理听后兴奋到飞起 自从当年被绑架后 少爷就跟变了个人似 做事雷厉风行 把宗族里那些不听话的家伙 收拾得服服帖帖 真是太厉害了 没想到 这个世界里也有 实力不错的网络黄火墙 我差点被抓住 小公寓里 顾初柔柔小巧挺跳的鼻子 伸了个懒腰 合上电脑 搞垮了李家 赵家最近估计也不敢冒头 顾曼西会拥有一段 很平静的时间 无人打搅 然而数日后 顾初直接被安排 进了一家普通的幼儿园 来 老师要抽个最可爱的小朋友回答 三加二等于几 答对了的小朋友 可以得到一朵小红花呀 班上的小朋友 瞬间沸腾了 纷纷举起小爪杂 希望老师抽自己 李老师笑眯眯的 看着这群活泼可爱的小天使 忽然注意到顾初 这是新转学来的小女孩 白皙盈润 特别可爱 就是性格有点怪 于是 李老师主动说 那 我们请最可爱的初初 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加二 到底等于几 顾初板着萌萌的小脸 他好想长大 初初加油 你一定可以答 顾初的同桌 是一个五岁的小胖子 捏紧拳头 给顾初加油打气 三加二等于五 顾初答 李老师脸上 露出夸张的表情 答对了 初初真的好聪明 奖励初出一朵小红花 大家给初初鼓掌 初初 你好厉害啊 小胖子满脸崇拜 上幼儿园的每一天 都是煎熬 熬着熬着 终于熬到周末 顾初抱着枕头 呼噜呼噜睡了个大懒觉 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 顾曼西在床边留了信息 说她去参加公司的 一个临时会议 保姆会过来做午饭 叮嘱顾初不要乱跑 小孩子才会到处乱跑 顾初跳下小床 穿着拖鞋准备下楼 却忽然发现 有一间房里有动静 于是 她啪哒啪哒跑过去 轻轻推开半眼的门 洋装好奇 里面是谁啊 是舅妈妈 高高的电竞 已圆润地转过来 嘴里的面条味 溜掉回泡面盒里 少年一头卷卷的 绿黄色头发 瞧上去也就十七八岁 她放下泡面盒 蹭得溜过来 老赵没骗我 她外甥鱼长得真可爱 好像只小猫咪 早知道你这么可爱 我就不该去 主播红人会线 唱 应该早点跑过来 见你这个小家伙的 少年很明显是个画廊 一见到可爱的初初 嘴巴里的画 噼里啪啦往外冒 顾初揉耳朵 这家伙好吵 五岁小奶娃 不仅是顶级黑客 还是罕见的游戏高手 初初饿了 想吃奶黄包 顾初摸摸肚子 仰起小脸 小可爱 这里有面包 你要吃吗 林小舟 显然被舅妈两个自雷道 还有 我不是你舅妈 我是你舅舅的兄弟 再说 舅妈是女的 我是男的 你叫我小舟哥哥 知道吗 顾初腮帮子鼓鼓的 乌溜溜的眼睛 转牙转 小舟哥哥 你喜欢我舅舅吗 林小舟坐回电竞椅 当然 老赵 是我兄弟 我肯定喜欢自己兄弟 顾初问 小舟哥哥 喜欢我舅舅 为什么不能当我舅妈呀 我在幼儿园 听老师说 只要两个人相互喜欢 就可以结婚搭 林小舟 差点被腔道 这小孩脑袋里 在想什么 我那是兄弟情 纯洁的兄弟情 懂 扮上他才一本正经说 初初 喜欢也分很多种 我对你舅舅的喜欢 是兄弟情 不是爱情 还有这话 千万别和你舅舅说 小爷直男一个 老赵万一误会我咋办 在原著里 赵燕是个 很可怜的悲剧角色 他对林小舟的感情 隐忍沉默 从不表露 林小舟忽然将 顾初抱起 初初 你想玩游戏吗 顾初闻言 十分兴奋 好业 林小舟黑黑一笑 哥哥教你 顾初两只爪子 怕在电脑桌上 观察林小舟的操作 这个是回程 这个是装备 初初 听懂了吗 顾初点头 听懂了 初初想玩一局 林小舟才不信 他听懂了 好 这是千万不要 让你舅舅发现 我先给你开个人机局 先从简单的开始 这时 门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赵燕青龙嗓音传来 你们在做什么 林小舟趴地关了电脑 两人同时扭过头 林小舟 立刻凑到他身边 没做什么 老赵你终于回来了 下周六 我要参加主播年会 你陪我去买新衣服吧 初初 你也一起去吧 你一个小孩在家 我不放心 顾初摇摇头 我不去 去了当电灯泡 哎是 赵燕便叮嘱到 自己在家乖乖的 要听保姆的话 顾初趴在房间窗边 瞅着渐渐远去的黑色豪车 忽然 手机闪光灯 轻轻闪过 草丛轻轻摇曳 顾初眯起眼 有人在偷拍 赵燕和林小舟 看来赵燕的心思 要被赵家知道了 赵家封建守旧 是绝不会允许赵燕 对一个少年动心的 肯定会想办法阻挠 在原著小说里 一名唱歌女主播声味俱下 声称在主播年会 遭到林小舟的言语骚扰 还曝光了两人的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里 林小舟一改正能量主播形象 言语龌龊下流 不堪入目 这是在幕后人的推动下 林小舟瞬间成为众矢之地 林小舟百口莫辩 她的手机被偷 下流低俗的骚扰信息 不是她发 可说出来 没人相信 她签约的直播公司 迅速发出解约公告 声称不会和品德不端的主播合作 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一个粉转黑的脑残粉丝 忽然冒出来 残忍打断了林小舟的手臂 林小舟再也无法玩游戏了 这对一个游戏爱好者来说 是毁天灭地的打击 巧的是 赵也那段时间 被故意安排去国外出差 没能在第一时间回国帮忙 外界的舆论攻击 断掉了手臂 黑暗的未来 终于击垮了林小舟 最后 她绝望地结束了生命 主播年会 雇初摸着光节下巴 明亮圆润的眼睛 有深思 舅舅和Pick当当出门 去买主播年会该穿的衣服 时间紧迫 看在小舟哥哥是个好人的份上 这回帮你一把 总不能让我亲舅舅没媳妇 我还垂涎 我舅舅的遗产 哗啦一声 杭春秀将几张照片 撒到桌子上 你自己看看 小眼这几年总是不回家 都是因为这个 叫林小舟的 怪不得 怪不得每次给他相亲 各家漂亮姑娘 她一个都看不上 原来是被男妖精 给迷住了眼 赵敬辰下脸 不管这是 是真还是假 小眼身边 都不需要这种人存在 他赵家绝不能断后 一周后 机场 顾曼熙温生戏语 初初 妈妈和舅舅 要去国外出差几天 这段日子 要听你小舟哥哥的话 不准乱跑 知道吗 顾初点点头 初初知道了 妈妈要早点回来 记得准时吃饭 顾曼熙现在这个状态很好 在赵眼的公司出路锋芒 渐渐朝着女强人方向发展 不再是原助理 那个淒淒惨惨的虐文女主了 赵眼看向林小舟 薄纯青娘 遇到麻烦是找张助理 林小舟拍胸保证 放心放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 肯定能照顾好你的小外甥女 赵眼心道 我担心你照顾不好自己 不知为何 这里去美国出差 她总是心神不宁 顾初眨了眨眼睛 舅舅放心 初初会照顾好小舟哥哥的 赵眼露出淡淡的笑意 又叮嘱一番 直到航班快到了才直接离开 顾初点起脚尖 吵过曼西挥手 妈妈早点回来救救 林小舟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小说的悲剧发生的 我保证 五岁小奶娃 一见到自家高冷洁肥的狗爹 总想过去逗一下 长腿叔叔 初初上次找到了妈妈 走走走 回家吃饭 林小舟压下涌起的奇怪心情 重新变成那个开朗少年 明天我要参加主播年会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顾初微笑 当然要去 何止要去 还要搞死一批人 很快就到了主播年会现场 顾初趴在车窗往外瞅 年会入口两侧 乌鸦鸦一片的粉丝 其中一大半位 Kate林小舟而来 灯牌闪耀 粉丝活泼 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见到周周 呀的 今天又没直播 我希望看到老赵 他偶尔陪周周打游戏 太好客了 隔着车窗 顾初也能听见外面粉丝的议论声 只不过 粉丝的热爱能持续多久呢 一旦林小舟爆出今天的丑闻 这些粉丝 全都成为压垮林小舟的稻草 车子低调的从特殊通道 进入年会现场 年会更像是一场晚宴 香槟塔 玻璃杯 美味佳肴 谈笑风生的名流网红 浮光掠影 处处透着上流奢华气息 林小舟半蹲下 等会我去接受的采访 你在座位上乖乖等我 知道吗 顾初乖乖点头 Kate好久不见了 还带了个可爱的小孩子 轻轻柔柔的嗓音传来 带了点男眼的魅影 顾初一眼就认出了她 这是她今晚要搞的目标 当红女主播白依依 在原著里 诬陷林小舟的女人 靠着麦牌 赚足了人气和眼球 踩在林小舟的尸体上 一跃成为顶级网红 后来攀上富二代 成功嫁入豪门 Kate 这小孩是谁啊 白依依笑容明媚 林小舟黑黑笑 有点小骄傲的介绍 这是我兄弟的外甥女初初 托我照顾一段时间 可爱吧 为了拉近和她的距离感 白依依蹲下身子 笑容满面说 相当可爱的小姑娘呢 初初 你上幼儿园了吗 顾初点点头 奶声奶气说 初初上幼儿园了 初初真厉害 白依依笑盈盈的说 顾初歪头 上幼儿园有什么厉害啊 难道 阿姨你没上过幼儿园吗 白依依嘴角狠狠一扯 林小舟咧嘴乐呵 打圆场 说小孩子的话 不要放在心上 林小舟的直播助理小芳 匆匆忙忙跑过来 小舟 采访要开始了 你快过来一下 采访结束后 还要和成家少爷见一眼 毕竟这次年会 是京都城市家族主办的 林小舟正要将手机交给小芳 顾初忽然开口 小舟哥哥 初初想玩王者荣耀 手机拿给初初保管 好不好 助理小芳眼里瞬间微妙 连忙说 小孩子容易把手机弄丢 没事 让初初玩吧 林小舟正丑孩子会觉得无聊 干脆把手机拿给顾初打发时间 你就在这 不准乱跑 知道吗 顾初点点头 知道 小芳眼眸有意无意朝白依看去 白依不着痕迹点头 顾初将两人的互动尽收眼底 嘴角轻轻一撇 当我瞎子吗 林小舟的直播助理小芳 早早就被赵家给收买 这次小芳和白依一联手 打算顺走林小舟的手机 发送骚扰短信 白依一坐在顾初旁边 正要开口 正在埋头打游戏的顾初 忽然同椅子跳下来 啪哒啪哒跑向不远 乃声乃气 去拽一个人的衣角 长腿叔叔 叔叔又见到你了 长腿叔叔正是宋春 顾初的狗爹 这是京都成家举办的主播年会 赞亮众 宋春作为手握无数名艺人 和网红娱乐大亨 成家特意邀请了他过来 顾初有恶趣味 一见到自家高冷洁癖的狗爹 总想过去逗一下 长腿叔叔 处处上次找到了妈妈了 妈妈被坏人欺负 后来坏人就坐牢了 旁边的助理扶了扶额头 又是这个孩子 抱歉 这是林主播带来的小朋友 我帮忙照看的 白依一匆匆忙忙跑过来 额头躺下一串冷汗 这里人多 孩子喜欢跑 千万不要松险 助理叮嘱两句 匆匆跟上自家总裁 白依一扬装贴心 想着该如何从小孩子手里 骗取林小舟的手机 正当他发愁的时候 顾初主动开口 姐姐 初初想去上厕所 可以帮初初拿一下手机吗 白依一眼睛一亮 居然主动送上门了 好呀 姐姐帮初初拿手机 我在这里等你 嗯嗯 谢谢姐姐 顾初笑得天真 提起白嘟嘟的公主群 就直接跑了过去 这个时间点 林小舟应该已经结束了采访 正在休息室休息了 小说里 他胃病复发 直接腾晕了一晚上 无人问津 等天亮醒来 白依一已经在微博上 曝光所谓的言语骚扰 林小舟哥哥 你别急 我这就去找人过来 顾初乌溜溜的眼睛转呀转 咧嘴一乐 等着 我会帮你洗刷清白 15岁的金贵小少爷 觉得小奶娃看上去稚嫩 但是心里却有主意 难不成这个5岁的小孩 是他 顾初目标明确 朝着最深处的 成家休息室奔去 有医生吗 哥哥要死了 找医生 奢华休息室 陷入短暂的寂静 里面弥散着淡淡的血腥气 灯光危暗 成家少爷迅速抬脚 将一个东西揣到脚落 旁边的助理眼疾手快 取来毛毯 把那东西盖住 成哥哥 小舟哥哥胃痛 昏过去了 我找不到人帮忙 顾初抽抽搭搭的 眼泪惊豆子往下掉 他嗅到了房间里的血腥味 但他没说 5岁的小农娃 啥都不知道 现在只是在求救 看在顾曼希的面子上 成奇取来毛巾 耐心擦着手指 放心 我等会喊救护车 将他送去我家的医院 雇出嘻嘻鼻子 问声问气说 谢谢哥哥 成奇将婚离的林小舟 带出休息室 从最近的出口离开 偏僻出口处 有主播年会配备的医疗队 成奇将林小舟扶上救护车 雇出甜甜地 月待担忧地问 顾初不判断是胃溃疡 病人疼晕 医生已经打了止疼药 恐怕明天才能醒过来 顾初指着天花板上 一个黑色的监控头 姐姐 那个是开着的吗 没有监控小舟哥哥的公司 不以为他偷 跑了 扣他工资的 顾时瞧了眼监控摄像头 微笑着摇头 没有开哦 这是私家救护车 没有成奇少爷的允许 监控都是关掉的 顾初可怜兮兮地看着成奇 想要他开摄像头 成奇忽然地心意暖 开 顾初立刻小开了花 计划通 要是你不答应我也有办法 找个借口去网吧 把监控都给你黑了 成奇眸光久久落在 这个五岁的小奶娃身上 这小孩看上去稚嫩 但是心里却有主意 难不成这个五岁的小孩 是他 另一边 林小舟的助理小芳钻进来 用林小舟的手机 给你号码发好消息了 白衣将手机递过去 好了 你那边安排的如何 Pied他发现没有 小芳耸肩 一脸无所谓 Pied这家伙 一向大大咧咧 粗心大意 就算找不到手机 也不会放在心上 倒是你 明天好好演戏 放心 都听你们的安排 白衣衣自信一笑 他知道 波及全网的风暴 很快要来了 而他 将逐步踏入 顶级女主播的行列 甚至嫁入豪门 林小舟 是你自己得罪了赵甲 可怪不得我 次日 一则丑闻在网络上爆发 微博热度直线上升 几乎是瞬间抵达 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现在全网 都在为林小舟的事 吵得昏天暗地 而林小舟 却在昏迷不醒 这时 成奇推门而入 见到的 就是那个五岁小奶娃 正坐在沙发上 小脸担忧 眼底微红 白白嫩嫩的小爪子 正不停拨打电话 成奇哥哥 我舅舅和妈妈 一直不接我的电话 小舟哥哥又住院了 我 我害怕 成奇不着痕迹 打量了延五岁的小萌娃 神情 动态 声音 完全看不出破绽 成奇温柔地摸了摸 再说 对了 你妈妈平时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 顾初愣了下 抬起小脸 我妈妈喜欢清淡的菜 成奇哥哥 你问这个做什么呀 成奇微壳一声 别过脑袋 嗨嗨 没什么 顾初看见成奇耳朵尖 一抹红韵 这是害羞了 怪不得 上次顾曼西被骗到酒店 他会匆忙相救 这十五岁的小屁孩 居然暗恋顾曼西 天才小奶宝 想要踹了他狗爹宋称 竟要一个十五岁的 金贵小少爷 成奇出来京都 成奇这小屁孩 从哪个渠道 见到过顾曼西 成奇不想让自己的心事 被戳破 僵硬地转移话题 初初 现在林小舟 遭到有预谋的舆论攻击 我们要帮他 林小舟的手机在哪里 白依依发在网上的 聊天记录没有 PS痕迹 如果有林小舟的手机 顾初挠头 初初昨天要去上厕所 就把小舟哥哥的手机 给白依依阿姨保管了 顾初已经提醒到这份上 成奇要是足够聪明 便能发现真相 成奇果然不犯笨 顾初见他所有所思的垂谋 十五六岁的少年郎 眉目俊美的近乎妖艺 倒是有几分贵族的风范 我已经有帮助林小舟的方法 只等他醒过来 和他商量 顾初一脸天真无邪的可爱笑容 成奇哥哥好厉害啊 成奇瞅瞅顾初卖萌 越发绷不住笑容 如果顾初真的是那个人 如今居然混到 装小孩卖萌的地步 那和他嚣张跋扈的人设 偏离太多 成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我还有事 你要是在这里觉得无聊 我让人给你送台笔记本电脑玩了 顾初十分喜欢这款笔记本电脑 成奇哥哥 你太懂我 快去踹了我狗爹宋称 当我后爸 我很赞同 他佯装完荣耀联盟 在电脑屏幕角落里 开了个不显眼的小窗口 联系他的属下 给你个任务 飞进一家叫做橙子直播的直播平台 我要他们最近的转账记录 他叫他放心 交给我 下半年美利坚举办了世界飞客大赛 奖金有三百万美金 你参不参加 顾初案件的动作顿足 多少 他眼睛发光 三百万美金 那他当然要参加了 他现在缺钱 必须要快点经济独立 这时 林小舟醒了 抓抓脑袋上的小卷毛 一脸迷茫 我怎么了 顾初平静地将今天网络上发生的事 一一告知林小舟 林小舟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 盘腿坐在床上 捶着小脑袋 半嗓没吭声 他当年瞒着爹妈和大哥偷偷回国 溜到京都混直锅圈 这两年里 大大小小的舆论风波经历过不少 他心理承受力并不算差 只是 这次的黑料来的太猛 一口重重的黑锅扣下来 毫无预兆 我可没干这事 林小舟烟熙熙地说着 吭吃跳下床 那些消息不是我发的 初初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给橙子直播的总监打个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林小舟连忙道 王总 我是T 我 你还好意思打电话来 王总粗声粗气骂道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的破事 我们公司股份暴跌 亏损了多少钱 林小舟身子晃了晃 我没有给白衣发那种短信 昨晚我的手机被偷了 王总冷笑 小林啊 别怪我们公司绝情 实在是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你就等着律师函吧 我们橙子直播 不会动容适得主播 说完 他直接掐断了电话 顾初十分担心 小舟哥哥 你还好吗 压下心理翻滚的疼痛 林小舟扯出一名笑 初初 我想出院 我先把你送回老赵家 以为出血了 还不能出院 承其拦住他 神情冷峻 不用担心 我打算签下你 愿意的话 你就是城市旗下 红桃直播的头部游戏主播 林小舟憨憨挠头 笑容微微哭 陈上 你可别开玩笑了 我现在就是过街老鼠 没法洗白了 承其从容道 放心 我会处理 此刻橙子直播大楼 老板给白衣衣写了一张稿子 现在涉及到男女对立的微博话题 都能获得很多关注 你就已被林小舟骚扰当例子 呼吁女性站起来反抗 照着稿子 念就行 白衣衣玩耳一笑 好的 都听老板的 大门忽然被推开 秘书匆匆忙忙走进来 老板 不好了 刚才红桃直播发了官方微博 声称会签下KID 白衣衣美眸微醋 都说成家有眼光 这次眼瞎 居然要收留一个劣迹主播 他曾经想方设法 想加入红桃直播 都被对方婉拒 现在KID一个过期劣迹主播 居然被红桃签了 秘书继续说道 红桃直播还发布了 KID因为严重胃溃疡而昏迷 被送上救护车的监控视频 监控记录的时间 跟依依收到KID 骚扰短信的时间是一致的 白衣依听后慌了 有监控 他不能让林小舟说出真相 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人气和流量 不能逝去 灵魂20岁的小奶娃 不仅是超强黑客 还演技了得 动动手指 就能为小舟哥哥洗刷冤屈 在美国乡村庄园里 连续开了三天的会议 和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 黄天不负有新闻 赵燕终于将这个复杂的项目 谈了下来 大哥 你快看新闻 小舟出事了 顾曼西匆匆忙忙跑过来 将手机递给他 赵燕的心 瞬间沉入谷底 马上回国 顾曼西点点头 大哥 我和你一起回去 来美国之前 赵燕就觉得 这趟行程有些奇怪 现在看到新闻 他才猛然反应过来 原来这就是父母设置的局 故意把他置走 在瞄准火力 对准无辜的林小舟 很快他们就买票飞了回来 小舟 你没事吧 我看看 林小舟咧嘴乐呵 露出大大的笑容 放心 我好着呢 赵妈妈 将身体背儿棒 顾曼西看了一下时间 大哥 天色不早了 我先带初初回去 明天初初还要去幼儿园 听到幼儿园三个字 顾出一脸不怨 顾曼西却说 你翘了几天课 明天必须去幼儿园读书了 顾出顿时一个头俩的大 救命 还不如让我S 在医院里头 他们俩去外面散步时 草丛里忽然窜出一个男人来 举刀猛地朝林小舟刺去 垃圾主播 敢欺负我的异义朋友 王强今年三十岁 无业游民 白天出门打工赚钱 晚上喝酒打游戏 看美女直播 他最喜欢的女主播 是白异义 他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你不是个游戏主播 我就弄对你的手 尖刀亮出 寒光乍现 林小舟还没反应过来 赵燕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把拉开林小舟 砰的一声 干瘦的王强像断线风筝 被踹到大部 林小舟注意到 赵燕又胳膊上 有一道浅浅的划痕 鼓鼓鲜红血液流淌出来 林小舟小峻脸呆住 一股紫无名的红色火焰 瞬间整片燎原 他气得满头卷毛炸开 拿起门口的扫帚 砰砰砰往王强身上打 双眼冒火边打边骂 你大爷的 把我家老赵胳膊划伤了 你有病啊 说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今天小爷不宜扫帚打死你 我不信林 鼻青脸肿的王强 瞬间求饶 别打了 别打了 是白依依在直播间 李说 你拿假监控来污蔑他 或者说你欺负他 我一时冲动才 李小舟十分怒火中烧 你给我跪好 等警察来 近日 橙子直播破产 旗下的主播们纷纷出逃 橙子直播破产 旗下备受争议的主播白依依 似乎罪有应得 白依依诬陷我不成 还教唆粉丝刺杀我 害老赵受了伤 顾初的目光停留在赵眼身上 最近舅舅早出晚归 是在处理橙子直播和白依依的事 对了 老赵 曼西姐 红桃直播那边 帮我接了一个游戏广告 林小舟想起正事 要不带初初一起去玩玩 我要去我要去 顾初正愁日子无聊的发霉 连忙举起白嫩嫩的小爪子 顾曼西秀眉微醋 那我陪初初一起去 另外瞧见了成家少爷成奇 成奇今年才15岁 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今天阴雨蒙蒙 雨水稀稀粒粒 助理给成奇撑了一把黑色的雨伞 顾初突然好奇 堂堂成家少爷 为什么会来这里 难道是为了他妈妈 顾初小算盘打得叮咚笑 必须让狗爹找到妈妈的踪迹 这没用的狗爹 连你老婆都找不到 顾小姐 好久不见 你一切可好 成奇也算是顾曼西救命恩人 顾曼西温柔点头 面露感激 我很好 谢谢你 成奇于光描向五岁的顾初身上 我该做的 顾初嘴角偷偷翘起 看吧 这小屁孩果然对我妈有非分之想 可惜了 你想当我爸要排队 毕竟前面还有男二男三男四 你顶多排到男五号 成奇嘴角 扬起若有若无的笑意 带着戏弄 泡芙 初初喜欢吃吗 我特意给你买的 泡芙 泡芙女妹 我一灵魂年龄20岁的黑客 会喜欢吃这种甜不辣椒的玩意儿 但她现在只是个五岁的小奶娃 顾初心情复杂 脸上依然乐开花 一副天真无邪的 可爱模样 泡芙 初初喜欢吃泡芙 谢谢哥哥 化妆师对林小舟赞不绝口 不愧是当红的游戏兼颜值主播 长相无可挑剔 要是陆导看到你 一定会邀请你去他的电影里饰演角色的 林小舟猛地抬起小脑袋 陆导 你说那位20岁拿下新锐导演奖 25岁 拍出横扫国外三大金奖电影的陆珊河导演吗 化妆师语气不乏惋惜 我们请了他导演这部广告片 可惜陆导行程太忙 换了另一位导演来 雇出怪不得廷尔淑 陆珊河不就是原助理 深情又悲催难二吗 当年顾曼西化名顾洛西进入娱乐圈 一下子就吸引了导演陆珊河 陆珊河还以顾曼西为原型 为他打造了一部电影《花落年华》 顾曼西一出道 便是巅峰 有知名导演的赏识 有一名惊人的作品 有轻力脱俗的颜值 只要按部就班继续走下去 肯定会成为年轻的影后 可惜遇到了男主宋称 这时 一道圆滚滚的身影 吭哧吭哧跑进来 王导面露歉意 Peace 有一个坏消息需要告诉你 今天跟你对戏的女主角曹月之 声称要去赶通告 放了咱们的鸽子 今天的拍摄就是 哎 等等 我的天啊 这位小姐太有气质了 王导演眼睛在发光 像见到青城角色的完美女神夏宇和 没有哪个导演 见到合适的演员 会不心动的 王导演当即发出邀请 美丽的小姐 你能试一试这次 网友宣传片的女主造型吗 我师父是陆山河导演 她一直说 我有一双发现美丽的眼睛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你一定会非常上镜 顾曼西面露难色 她感谢当年陆山河的提醒 却也不敢再和陆山河扯上关系 她愧对陆山河 她更不想重新出现在大众视线里 害怕隐瞒宋晨 林小舟巴巴说道 曼西姐 你就试试嘛 你长得特别好看 绝对很上镜 顾初忽然轻拉了下顾曼西 妈妈 我记得妈妈有一张穿气泡的照片 特别特别好看 初初想看妈妈穿古装 好不好嘛 顾初尽心尽力撒娇卖萌 顾曼西不希望抛头露面 是怕被宋晨发现 但她就是要让她发现 这没用的狗爹 这么多天 居然还没发现 你老婆和你在同一个城市 就你这找人的水平 难怪在原著里 找了顾曼西十多年 王导演到底是人精 察言观色 立刻添油加醋补充 小姐 你要是不愿意露脸 我们可以只拍背影 江湖救济 你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我们也是真的很期待 看到你出演了 顾曼西无奈妥协 我不用报仇 不过 我们只需要签订不露脸协议 这个好说 王导演欣喜若狂 化妆师 快帮这位小姐上妆 半个小时后 事宜间的门打开 穿古装的顾曼西出现 林小舟 顾初和导演都十分震惊 哇 这也太好看了 简直像仙女下凡 几天后 王导演在办公室里 面露惋惜 要是顾曼西小姐 能露脸就好了 绝对倾国倾城 火爆整个网络 王导演越看 越觉得 有必要和远在国外的师傅 分享这份美貌 此刻沙漠就变 陆山河便接到了 徒弟打来的电话 师傅师傅 我这两天 完成了一部网游宣传片 成片发到你邮箱了 他直接丢出一句 我很忙 徒弟却不依不饶 不是小事 师傅 我终于找到你说的那种 天生吃眼缘这碗饭的人 照片也发你了 你一定要看看 么么的 陆山河直接点开邮箱一看 就看见一个很好看的女子背影 是他 绝对是他 陆山河要疯了 找了他五年 他居然以这种方式 重回他的世界 与此同时 林小舟代言的广告宣传片 正式在全球发布 然而路过的宋琛 却看到了广告片 是他 一定是他 宋琛从未如此确信过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有这样轻瘦 清冷的背影 只有他能将古装 穿成画中人的漫画 去 查出梦幻现游宣传片的女主是谁 最快速的 宋琛只见在颤抖 他从来没想到 那个女人居然会在京都 他竟毫无察觉 五岁小奶娃 在放学的路上 被歹徒绑架 然而 他却十分冷静 还扮演着可怜兮兮的模样 助理将了解到的情况 以五一时汇报 宋总 根据拍摄现场做人员的描述 宣传片女主姓 顾她是陪同Kid去拍摄的 可能是熟人 这里是她目前居住的地方 宋琛打开车上的后视镜 检查了下仪容仪表 外貌无懈可击 衣着平易近人 表情滴水不漏 她还是那个完美无瑕的男人 关于和她重逢的措辞 在她脑海里 重复了十几遍 门口保安笑音说 顾小姐 你这是要出门吗 宋琛猛地抬起头来 时间好像凝滞 那清婉起的头发 背影纤细又恶挪 顾曼希温生说是的 接着走进一辆 深蓝轿车的副驾驶座位 轿车扬长而去 宋琛沉默片刻 跟上深蓝轿车一路行驶 二十分钟后 在城区一个幼儿园门口停下 顾初立刻扑到顾曼希的怀里 妈妈 你终于来了 顾曼希微微一笑 初初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今天学习从艺术到时 顾初硬着头皮 跟着一群小朋友念衣道时 他想翘课 他想毕业 他想快快长大 远离如此凄惨的童年 照眼从车上下来 拉着顾初的另一只手 今晚舅舅请客 初初想吃什么 宋琛完全没想到 他的顾若希 居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孩子的爸爸居然还是照眼 两人一起 接孩子放学的场面 温馨的刺眼 那瞬间心在剧烈腾 你就如此想远离我吗 宋琛垂下眼帘 黑眸情绪翻涌 当年的事 太多的巧合和误会 无数次他都在后悔中度过 他想当面向他道歉 想表达自己真正的爱意 谁料 他竟如此决绝 一走了之 很快投入他人怀抱 还有了个女儿 周围车水马龙 行人如知 也不知道过了过久 宋琛才踏着夜色离开 顾出最近特郁闷 为什么狗爹还没来找顾曼希 林小舟代言的那则游戏广告 在成家赤巨资的宣传下 该游戏在全世界 都逐步打抢了知名度 除非狗爹眼瞎 否则一定会看到这则广告 在原著里 宋琛是通过照片 找到他和顾曼希的 难道他要按照原著 想办法把他和妈妈的照片 拿给他看 才能推动剧情发展 你就是顾出吧 粗广的嗓音响起 顾出抬头 陌生的飙行大汉 顾出挑眉 大叔 你是谁 大汉二话不说 一把捂住顾出的嘴 抱起来直接往面包车上塞 车来车往 面包车很快消失在 熙熙攘攘的交通里 老大 这小孩是不是吓傻了 怎么不哭不闹的 副驾驶的壮汉 瞧见一动不动的顾出 有点郁闷 管他是傻子还是白痴 反正我们搞到钱就溜 开车的干瘦男子 神色阴郁 咬牙切齿 顾出嘴角上扬 原来是被绑架了 很快在一处破旧的废弃木屋停下 人带来了 你电话打了没 干瘦男子 粗声粗气质问 已经通知了顾出的妈 白衣衣冷冷到 我真想不明白 绑林小舟就行 为什么非要绑一个五岁的小屁孩 那边吩咐的 林小舟整天和赵衍腻在一起 不好抓 你别小看这五岁娃娃 他身边都是有钱人 他妈和赵衍关系不简单 赵衍腻又不是不知道 钱多的花不完 顾出乖乖坐在墙角 笑眠地问候 白阿姨 你们要杀了楚楚吗 白衣衣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只要你听话 我们就不杀你 他在心里冷哼 绑了他 还让他看到自己 自然就是要灭口的 虽然他更希望死的人是林小舟 但唐春秀说了 顾出这个污点 必须解决掉 顾出微微笑 那我一定好好听话的 娱乐界大亨意外得知 顾曼西当年为自己生下一女 鸣叫初出 顾曼西正和公司员工 去商贸大厦谈项目 助理将文件夹递过去 陈希集团给的报价是2000万 会议半小时后开始 陈希的总裁会出席 忽然电梯叮了一声 打开 高大声音笼罩 驻足在顾曼西面前 他鼻梁微微一动 撞进一双漆黑深邃的眼里 顾曼西愣住 一瞬间 脑海里闪过无数的记忆 顾总 这位是陈希集团的宋总 助理哪里料到 今天项目的参会人员 会在电梯里撞见 他赶紧小声提醒 宋陈平平淡淡道 你好 说着 伸出手来 顾曼西有点慌 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放 他有种想要夺门而出的冲动 不过这五年来 他到底已经沉稳了不少 在京都又经历了不少事情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胆小陌落的顾若西了 他克制住发抖的身躯 伸出仙仙素手 你好 时隔五年 两人握手 他的手依然如同记忆里那般 囚禁 手机忽然滴滴滴疯狂响动 顾曼西匆匆一瞥 是陌生来电 他犹豫了几下 便接通了电话 顾小姐 你女儿在我手上 一千万 不要报警 否则撕票 这则陌生的来电 仅仅十秒挂断 顾曼西只觉得脑子嗡嗡嗡在响动 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净 身子一晃 眼前发黑 幸亏宋琛扶住他 瞧着脸色惨白的顾曼西 宋琛俊眉深深骤起 出什么事了 顾曼西一团江湖 绑架 宋琛 初初被绑架了 初初只有五岁 到底是谁会绑架他 五岁 宋琛眼瞳猛的一阵 试探性的开口 你最好先通知一下孩子的父亲 哥哥 要告诉哥哥 顾曼西用力将他推开 连忙拿起手机 给赵岩打电话 哥 初初他 他被绑架了 一千万 那边要一千万才肯放人 可能是赵家 对 一定是唐春秀 他早就看出不顺眼了 是他 宋琛忽然抢过他的电话 你好 我是宋琛 事情是这样的 他平静将前因后果讲述一遍 赵岩听完 表情渐渐凝固 麻烦你将曼西先带回家 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马上回来 挂电话前 宋琛忽然问了句 赵先生 你是顾小姐的哥哥 对 金哥 有问题吗 没问题 等会见 老赵老赵 出啥事了 林小舟敏锐查知道不对劲 赵眼弯腰拿起外套 初初被人绑架了 绑匪要求一千万赎金 宋琛已经报案 我们先回家配合调查 林小舟羞的蹦起来 是谁 居然敢对初初下手 成奇闻言眉毛紧皱 立刻丢下手中的各项文件 跟着他们跑了出去 等等 我也帮忙 很快 他们全都赶到了别墅 成奇介绍着自家弟弟 陈梦露 吃白饭的 会点电脑技术 只要绑匪打来了电话 他就能追踪到信号 IP 个 有外人在 你给我留点面子成步 第一 我不叫陈梦露 我叫Bobo 第二 我不是只吃白饭 后院我还帮忙种菜 还有那几只鸡 也是我为的 Bobo努力给自己电解 顾曼西的手机忽然响了 绑匪再次来电 房间瞬间安静下来 他颤抖着接通电话 开启免提 明天中午 把钱放在京都东郊港口的 136船上 如果我发现你报了警 你知道后果的 顾曼西哽咽 初初呢 我要听到初初的声音 王匪冷笑 别妄想 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照眼低声安慰道 别担心 初初会没事的 宋琛握紧五指 这些年在他们母女身边 保护他们的人 应该是自己 这一次 无论幕后是谁主使 都该死 十分钟后 Bobo总算停下搜索 伸了个懒腰 找到位置了 就在东郊 东郊连着月亮湾 有一大片的树林 王匪就在那里 宋琛立马开口 我这就派人去搜 程琪也开口说道 我也派人去搜 照眼满脸冒冷汗 所谓初初的亲舅舅 他居然是在场最穷的 还没钱养私人保卫 五岁小奶娃使用离间计 把绑匪们骗得团团转 让他们互相残杀 顾初被蚊子盯得睡不着 迈开小短腿 走大高个面前 大哥哥 有蚊子 大高个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正要骂两句 忽然看见顾初 那双亮晶晶水 汪汪的大眼睛 大高个憋住 脱口而出的脏话 嗓音浑厚 荒娇野外 有蚊子正常 小孩子别这么娇气 我才不娇气呢 顾初挨着小脑袋 看木屋外 落满森林的白月光 我以前住的地方 又破又旧又热 夏天蚊子特别多 我妈妈一整晚 不睡给我扇蚊子 大高个愣了下 你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初初家没有钱 初初的舅舅有钱 顾初脱腮 眼神快速打亮了 大高个群身 爸爸抛弃了 我和妈妈 妈妈独自把初初养大 后来外婆想用女儿 和另一个老男人联姻 外婆舍不得她女儿 就把我妈妈带回京都 顾初声音 又软又默又可怜 讲述她和顾曼熙 被骗到京都的一件件小事 大高个一直以为 顾初是京都有钱人家的小姐 从小衣食无忧 却没想到 这还是个身世可怜的小女孩 这让大高个 想到自己的出身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从小母亲 想让她当个好人 可她还是走上了 抢劫的不归路 哥哥 你们会杀了初初吗 顾初问她的模样 像个懂事的小孩子 大高个 瞬间不敢直视这小孩的眼睛 顾初自问自答 软乎乎的说 没关系的 不过初初死了以后 哥哥你们不要让我妈妈 找到我的尸体 她肯定会哭的 哥哥你拿到赎金 记得给你妈妈 买新衣服呀 大高个眼睛发酸 这小孩好懂事 可想到一千万的赎金 大高个心里摇摆不定 他指的干巴巴说 外面蚊子多 你进屋去 好 顾初甜甜道 哥哥你也要早点睡呀 说完 顾初转过小身子 啪哒啪哒跑回小木屋里 小脸冷冰冰的 再也没有半点 清甜可人的样子 大高个 看着是个凶巴巴的操汉 却随身携带 妈妈送的平安服 铁汉柔情 母爱就是他的软肋 顾初敢保证 经过自己刚才一番卖惨 大高个肯定动了 恻隐之心 不会杀自己 大半夜跑哪去 难道你以为 你能跑 绑匪中的瘦子 走进屋里 面色阴质瞪着顾初 瘦子和大高个不同 他没有什么慈爱的母亲 他从小就干 杀人越货这一行 在外流窜多年 反侦察意识强大 瘦子脾气暴躁 把顾初摔在地上 乖乖听话 不然老子弄死你 顾初仿佛吓了一大跳 初初没有乱跑 只是刚才 有个双马尾 满脸鲜血的姐姐 在叫我 初初才跑出去找她的 瘦子怒骂 你TM在胡说什么 顾初嗓音清甜 在寂静的黑夜里 格外清脆 我没胡说 刚才外面 真的有个小姐姐 她长得很漂亮 她说她迷路了 想回家 瘦子压住心里的恐惧 狠狠瞪着顾初 一定是这小女孩 在乱说 什么双马尾 满脸是血的女子 都是顾初在胡说 不过 最冷血的人 也有害怕触及的回忆 去年她在外逃亡 跑到偏远的小镇里 躲避风声 半夜出门找吃的 在路上 遇到个扎双马尾的 漂亮女学生 女生不安事事迷了路 走过来向她问路 就像是天真的羔羊 走向了落魄的恶狼 瘦子把可怜的女生 拖进她 从那以后 瘦子常常做噩梦 梦里 都是那女生淒厉的惨叫 对了 故初露出 颇有深意的笑容 小姐姐还说 她说过 不会放过你的 她就在外面有 瘦子浑身的血液凝滞 她听见窗子传来 滋滋响动 像尖锐的指甲 再往上攀爬 还有速速爬行的动静 瘦子以急慢的动作转过头 黑色人头往屋里拱 一缕缕 黑色发丝散进来 扣通一声 瘦子晕倒 口吐白沫 下晕抽搐 摔倒的声音极大 门外首页的大高个 连忙冲进来 瞧见昏迷在地的瘦子 又看见瘦子旁边的一堆野草 故初用一堆野草下晕了瘦子 大高个梦了 怎么回事 故初猛摇头 一双眼泪汪汪 看着大高个 害怕的说 初初不知道 初初不敢说 不然白姐姐会杀了我的 白姐姐 大高个猛地想起什么 故初 嗡声嗡气开口 姐姐给他喝了一瓶水 我什么都没说 大高个 你自己脑补 这时 白衣慢吞吞 钻了进来 你们能不能小声点 我还要休息 大高个没吭声 白衣一弯腰 从帐篷里取出一瓶矿泉水 扔给大高个 喝点水吧 你首页也辛苦 大高个 一把将矿泉水瓶砸 在他脸上 你TM当我是傻子 毒死我和大哥 好毒吞赎金是吧 贤女一时爽 追瓦火荡场 初初连一个眼神都没给躲垫 爸爸你当初 对我爱答不理 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 木屋内的惨叫声响起 你居然打女人 你不是男人 你TM想毒死我 我还不打你 你做的肮脏事 小孩子都看了 搜救人员听着声音 貌似绑匪之间起了冲突 队长 请只是下一步行动 搜救队长簇眉思索 正要示意队员冲进屋 忽然看见小木屋的门嘎吱打开 小女孩慢悠悠地走出木屋 漆黑眼眸扫过周围 顾出微撇嘴 都是些因力而拒的人 稍微一挑拨就散了 这种低端局 他闭着眼都能打 就在这时 搜救队员一个剑步冲上去 将小女孩抱起来 顾出心下一惊 还以为遇到熊了 结果是救他的人 紧接着 其他队员破门而入 顾许动 举起手来 很快 绑匪被全部抓获 营救结束 宋琛第一时间奔来 宋先生放心 他没有受伤 医生弯腰 给顾出披了一件外套 顾出捧着医生递来的热水 咕噜咕噜小口喝着 余光描像坐在旁边的宋琛 狗爹一直在盯着他 想来 狗爹已经知道 他和顾曼西 有一个五岁大的娃 于是他故意换他叔叔 是你带人来救初初的吗 谢谢你 宋琛瞬间扎心了 叔叔 他的仔 居然叫他叔叔 憋了许久 宋琛终于问 初初 你想知道 你爸爸在哪里吗 他想先以爸爸当话题 让顾出有个心理准备 等以后时机合适 再向顾出坦白自己 是他亲爹的真相 我当然知道 我爸爸在哪里啊 顾出抱着水杯 心里冷笑 套近乎了 太晚了 狗爹 以前我给过你当我爸的机会 你有洁癖你不珍惜 现在我才不会轻易 让你当我爹 让你追悔莫及 宋琛心头一动 你知道你爸在哪里 顾出点头 我爸死了 五岁的小奶娃 说出的话 如此惊心动魄 宋琛陷入沉默 死了 我不是好好活着 我妈妈说过的 我爸是个潜水员 他五年前去参加潜水活动 一直没有上来 那不就是死翘翘了吗 宋琛竟无言以对 搜救队将顾出送回了赵家 赵家内已经聚满了人 顾出啪哒啪哒跑过去 张开小手臂 妈妈 我回来了 顾曼希紧紧抱着顾出 眼泪再也忍不住 速速落下来 宋琛开始安慰顾曼希 初初才回来 肯定饿了 不如我们去厨房给他拿点吃的吧 顾出狂点头 对啊 初初好饿 赵眼却眼神骤冷 这宋琛狼子野心 登堂入室 不得不防 然而站在一旁的成琪 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 那三个绑匪现在怎么样 搜救队长如实回答 三个绑匪 一个疯了 另外两个打得你死我活 恐怕绑匪实力一分配出问题 产生内部矛盾 我们坐收渔翁之力 成琪俊谋亲密 这才符合红桃A的风格 疯的疼 他嘴角青娘 下意识看向顾出 以你的手段和智商 哪怕变成五岁的小娃娃 也能活下去 成琪默默掏出手机 咔嚓一声 真可爱 和前世那个又帅又酷 又欠抽的红袍A 睡完人拍屁股 就跑得小混蛋 简直盼若两人 顾出愣了下 想翻白眼 大哥你能不能消停点 克制一下你对我妈的爱意 光明正大偷拍我妈 我亲爹还在这里呢 顾曼西摸了摸出出的小脸蛋 等会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就睡觉 明天不去幼儿园 妈妈在家陪你 明天我也有空 宋琛在旁边默默注视良酒 嗓音低沉补充 宋琛如此在意出出 难道他发现了顾出的身份 顾曼西脑子一片空白 下意识抱紧了顾出 出出不要长腿叔叔陪 顾出摸着小肚子 笑容像只小恶魔 叔叔有洁癖 他觉得出出脏 愿意和出出玩 妈妈 你以后和叔叔见面 一定要洗干净手药 不然叔叔会嫌弃麻麻的 他心里住着小恶魔 爸爸你当初对我爱达不理 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 宋琛开始急了 不 闺女老婆 你们听我狡辩 一边沉默许久的照演终于发声 冷冷道 宋总 天也不早 请回 他郁闷的不行 我这个亲哥哥还在这里呢 你就当场泡我妹妹 还嫌弃我外甥女 高高在上的宋大总才慌了 女人的心思咋这么弯弯绕绕的 我带走初初 你说我抢人 我不带走初初 你说我嫌弃女儿 宋琛也是人家 知道当才自己有点失态 天色不早 我准备回去了 顾曼熙不知想到什么 连忙站起来 我送一送你 顾曼熙将宋琛送到小区门口 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别想带走初初 宋家多年没有心事 宋家老爷子 做梦都想抱孙子 宋琛明了明纯 不会 顾曼熙揉眼睛 十分生气 你果然嫌弃初初 我不嫌弃初初 高高在上的宋大总才慌了 女人的心思咋这么弯弯绕绕的 我带走初初 你说我抢人 我不带走初初 你说我嫌弃女儿 宋琛百口莫辩 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我不会让初初离开我 初初是我的孩子 顾曼熙擦擦眼角 秀眉脸上浮现出坚毅 初初也是我的孩子 你不能让初初没有父亲 让我没有妻子 你可知道 我找了你整整五年 当年我不知道珍惜你 等你离开后 我才猛然发现世界坍塌 大雪融化 你妻子是程青云 不是我 顾曼熙淡淡道 当年宋琛看中的 不正是自己这张 和青梅竹马七八分相似的脸 曼熙 我不爱她 宋琛想解释 当初的自己 真真是个混蛋玩意儿 明明爱的是顾曼熙 却爱于面子不好开口 却非要找个借口 把她留在身边 两人之间 纠纠缠缠的误会 比天高 比海参 一两句真说不清楚 媚控照眼散步 散道到小区门口 曼熙 回家了 初初要吃蛋糕 我不会切 我只会切肉 宋琛吓了一大跳 顾曼熙也不想多 和宋琛交谈 朝着宋琛点点头 飞速说了句 你明天别来了 转身就往回走 二楼房间窗台 顾初通过望远镜 目睹了这场狗血虐恋的剧情 顾初一点也不同情狗爹 在原著里 我傻白天的老妈 从头被虐到尾 要不是我阴差阳错 进入这本虐文里 她如今的日子 不知道有多惨 顾曼熙作为虐文女主 想要崛起反抗 还得靠我才行 几天后 警局那边来了消息 说绑匪招供了 听了某些人的怂恿 从初初下手 至于两个绑匪 他们声称在网络上 接了虚拟订单 有个神秘人 付给他们一大笔钱 指明要他们绑架初初 警方查了这个网络 ID 账号来源米国 无法继续申查 米国 顾曼熙面露疑惑 我和初初就是普通的母女 没权没事 不可能得罪来自米国的 她剩下的话 卡在喉咙里 她想起了一个人 楼梯转角 顾初竖起耳朵偷听 什么 居然有两股力量 想绑架我 一股力量是赵家 还有一股神秘力量 来自米国 难道是狗爹的桃花寨 那个程清云 程清云是原著的女反派 心狠手辣 却非常擅长装柔弱 是绿茶中的战斗机 前妻程清云在米国治病 宋琛找了和她 七八分相似的顾曼熙当替身 当她发现顾曼熙的存在后 却一夜病遇 回国和宋琛再续前缘 暗中赶走了怀孕的顾曼熙 后来她发现顾曼熙嫁给了李总 还不愿意放过她 声称自己要换肾 而匹配的肾员 正好是顾曼熙 李总为了讨好成家 就把顾曼熙的一个肾哥了 白白嫩嫩的小胖爪子 在键盘上飞速移动 不对啊 绑匪的通讯记录 IP是米国莫里庄园 这个庄园的主人莫莉亚 是个年轻有为的精英 和程清云八竿子打不着 和我更是毫无关系 她一个米国富豪 为什么要雇人绑我 顾初挠头 正想深入搜查 这位莫先生的资料 电脑屏幕忽然闪屏 一行字出现 世界黑客大赛剑 顾初羞的站起来 乌溜溜的大眼睛眨压眨 感受到浓浓的威胁 居然有人发现了她 在这本虐文小说的世界里 居然还有和自己黑客 能力势均力敌的人 不可能吧 突然想到了什么 顾初忽然捂着小心脏 难道是上一世追杀我 却被我睡了的那个男人 难道他也穿进这本书里了 高高在上的宋大总裁慌了 只因十分强大的情敌出现 顾初想吐血 前世的我 作恶多端神奇鬼燕 你满世界追杀我 我没意见 现在我都洗心革面 安安欣欣当个五岁的小娃娃 这样善良无辜 单纯可爱的我 你还不放过 还雇佣绑匪 想来搞死我 顾初磨磨牙 手指在键盘上飞速移动 快速输入一道破坏指令 看来到时候得去参加这个活动 亲自会会那混蛋 米国 纽约已经是深夜 绅士般的男人 放下手里的扑克牌 深邃幽远的目光 落在面前的电脑屏幕上 他冷锐的嘴角微微扬起 终于找到你了 红桃A 扑克牌翻开 一张鲜红的红桃A 男人正要起身回屋休息 浇花系统忽然失控 大量水流开始飞速乱窜 很显然 有人篡改了花园的自动浇水系统 男人微摇头 还是记忆里那个记仇的小家伙 顾曼希端着午餐 敲开了顾初的房间门 他担心顾初小小年纪遭到绑架 初初 你想和爸爸见面吗 顾曼希犹豫许久 他不太敢告诉顾初真相 万一孩子接受不了呢 初初如果想和你爸爸见面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只包不住火 终有一天 顾初会发现宋琛是他的父亲 顾初认认真真说 妈妈还喜欢爸爸的话 初初愿意去见他 我希望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能过得幸福 遇到危险 也有爸爸保护 等我长大了 我也会和爸爸一起保护妈妈的 园助理的顾曼希过得太惨了 他那么善良 他值得所有的美好 如果宋琛能保护顾曼希 顾初可以勉为其难 叫他一声爹 如果宋琛不能保护顾曼希 多的是男人想当顾初的后爹 顾曼希眼蓬微红 笑着摸摸孩子的头发 初初真乖 这时 一辆豪车停了下来 宋琛从车里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巴比娃娃 网上都说五岁女孩子喜欢 初初肯定也会喜欢这份礼物 宋总一道年轻嗓音响起 宋琛回头 看见同样一身长服 却气质成熟的成琪 成绍 你来找谁 成琪心想 我当然是来找五岁的小萌娃 不过面上 成琪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我来找顾小姐 有点是想问她 宋琛心里涌起一股不太好的感觉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一个未成年来找我媳妇 成琪也不逗留 敲门 老母开门 笑音音迎接成琪进屋 宋琛正要敲门 身后又传来一道声音 宋琛 男人正是陆山河 一看就是搞艺术的那类人 搞艺术的男人 最喜欢刘长发宣扬个性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陆山河骂了句 宋琛冷笑 彼此彼此 两人是宿敌 一见面 火花不断的那种宿敌 全都是因为顾若希 陆山河进入电影圈多年 初次见到顾曼希 惊为天人 当即邀请她当自己电影 花落年华的女主 按照陆山河的期望 顾曼希只要继续参演她的电影 很快就能成为顶流影后 可半路偏偏杀出了个宋琛 横刀夺爱 顾曼希的养母重病 急需大笔的前置病 迫于无奈 顾曼希答应当宋琛的情人 渐渐淡出娱乐圈 多有天赋的女演员 被埋没了 陆山河冷嘲热讽 她为了夺你逃得远远的 你还有脸过来找她 大客厅里 承其将新买的糕点送给顾初 似笑非笑问 初初 好吃吗 顾初心里猛翻白眼 一点也不好吃 糕点再好吃 你一年365天不间断吃 不吃土我跟你信 喜欢 不过妈妈说 初初不能吃太多甜食 会长猪牙的 过初心里 MMP 脸上萌兮兮 保姆匆忙忙走进屋里 小姐 有位姓陆的先生找你 顾曼希愣住 脑子有瞬间的呆滞 接着往门外走去 大门一开 果然看见 那张许久未见 沧桑了点的脸 顾曼希惊喜到 陆老师 陆山河眼眶微酸 果然是她 五年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她才有这种 不露痕迹的优雅 老师 快进来做作 顾曼希心情激动 将陆山河引进屋里 门口 当了许久背景版的 宋大总裁 冒了冒了汗